开着自己最喜欢品牌的新能源汽车 破坏了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容貌 发生在林志颖身上匪夷所思的事 让网友吃惊不已 如今遭遇车祸的她已经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家人也先后两次召开记者会 对外公布林志颖的身体情况 她已经从最初的昏迷步行到现在的意识清醒 虽然林志颖还不能完全拼凑出车祸发生的前因后果 警方也没有对外官宣调查的最后结果 但是从林志颖家人统一的口径来看 她当下最需要的是安静的休息 不要被外界的流言蜚语所打扰 而林志颖的老婆陈若一事后也在社交平台发声 跟那些现场第一时间对林志颖伸出援手的热心市民 7月26日传来的最新消息显示 林志颖已经做完了第一次手术 手术时间长达四五个小时 这次修复并没有针对大家关注的 林志颖被毁容的面部位置 而主要是针对她肩膀等其他身体发生粉碎性骨折的部位 此前有消息说 医生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去修复林志颖的面容 是因为林志颖有脑出血的隐患 专家们还在进一步密切观察中 才能决定下一步展开哪个方向的治疗 但从目前林志颖的身体恢复情况来看 面部毁容之后恢复到以往的颜值巅峰 以现在的医学技术手段来说 并不是特别难以完成的事 之前就有胡歌的成功案例 所以林志颖粉丝大可不必担心 当年那个帅哥小旋风 说不定在大约一年之后又能重返舞台了 车祸事件发生到现在 至今为止 特斯拉品牌方面给出的回应 都是科普简单的那句 林志颖所驾乘的这款汽车 前端没有易燃材料 迷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品牌商的意思非常直接 就是并没有任何直接明了的证据证明 林志颖车祸发生之后的碰撞 会引发特斯拉的自然 如今围绕在林志颖车祸事后的种种疑点 有以下几个 第一 车祸发生时 林志颖到底是因为自己走神了 不小心撞到隔离带 还是因为特斯拉这个汽车品牌突然失控 让一个赛车手居然无法操控汽车 第二 林志颖的儿子是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如若此将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第三 现场第一时间 对林志颖伸出援手的热心市民 并不知道林志颖大明星的身份 事后 林志颖家里人表示 要奖励热心市民每人100万台币 部分接受采访的市民 挽去了林志颖家人的物资现金感谢 到底他们该不该收这笔钱呢 毕竟是冒着汽车 有可能会爆炸的生命危险 做了一件好事 第四 林志颖是否能够恢复当年的颜值 这个周期到底要多长时间 林志颖此前签约的一些代言品牌 是否会借此要求她做一些违约赔偿 种种疑问至今为止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至少林志颖老婆陈若仪 在站出来说的那句话里 很明显给外界释放的信号 当下林志颖最需要的是 安心静养休息 任何流言蜚语对她来说 都是二次伤害 网友的支持 对林志颖后续身体康复 是最大的鼓励 无独有偶林志颖的前女友 女明星林心如 在出席某活动时 也被媒体记者追着问 对于林志颖车祸之后的一些看法 在林心如看来 林志颖是一个非常有福报的人 她一定能够身体得到全面的康复 事实上 林志颖并没有在任何特别公开的场合 官宣过林心如女友的身份 熟悉林志颖和林心如的粉丝 在当您看综艺康熙来了时 多多多少少被这对前任男女朋友给填到了 彼时小S怀孕了 林心如做代班主持 跟她搭档的是蔡康永 那一期来的嘉宾是林志颖 奈何蔡康永完全就是给这对前任男女朋友 大爆料和拆台 不停地把矛头指向他们恋爱时期交往的内心密室 比如林心如就会说她很享受林志颖那种飙车的快感 而林志颖的车也只搭过她一个女孩子 在现场蔡永康还打去问林心如 林志颖到底送过什么贵重礼物给你 林心如表示没有 于是林志颖当场想把自己豪车手表摘下来送给林心如 现场非常的搞笑 这对前任男女朋友很释然 反倒是在多年之后的另一次公开场合里 陈若宜作为林志颖的老婆 突然跑过来跟林志颖和林心如合影 合影中陈若宜夹在中间 凸显大长腿气场强大 把林心如压下去扳头 这让很多林志颖的粉丝觉得 陈若宜此举有点关宣 自己是林志颖正房太太的位置了 太过刻意了 反而凸显出陈若宜内心的不自信 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如此爱赛车如生命的林志颖 能够早日地走出阴霾 阴枝是否能够恢复到当初水平不重要 希望至少她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可以完全康复 接下来说 林志颖首次手术完成 耗时五个小时 面部重塑或令其容貌发生改变 台媒报道 7月26号 林志颖在台湾长庚医院完成了第一次手术 这次手术耗时五个小时 虽然时间比较久 但是林志颖这次的手术恢复状况很好 就连医生都表示很成功 粉丝自然是放心不少 根据医生介绍 林志颖这次手术是针对肩骨粉碎性骨折的手术 也是最容易的一个手术 虽然很多小碎骨头 但是腹位很成功 很漂亮 接下来应该恢复的情况会很好 肩骨这一部分应该会在半年内就会恢复 不过医生也表示 这还是目前比较简单的手术 接下来最难的就是面部手术 因为面部重建需要时间最长 就算手术成功 也要一年时间才能够康复 所以网友最担心的就是林志颖的面部重塑手术 另外林志颖一直都是以童颜著称 被换作不老男神 如今林志颖的面部要重塑 粉丝最担心是林志颖的颜值会崩塌 甚至是样子可能会发生改变 不过网友也是表示 在身体健康面前 颜值已经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这些医生之所以开生没有进行手术 就是因为担心林志颖的状况不稳定 并且可能发生反复的情况 尤其是林志颖遭受的撞击 如果是有内部出血 可能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 所以只能够先进行观察 再对林志颖的情况进行评判 如今林志颖的首次手术成功完成 医院的团队也是很有信心 让林志颖尽快地恢复健康 所以接下来即将进行的就是胸部手术了 最后才是面部重塑手术 医生坦言 面部重塑手术完成 才算是真正地让林志颖度过难关 如今林志颖的家人都在好好的照料着林志颖 希望林志颖能够尽快康复 如今林志颖已经开始进行简单的对话 但是还依旧是无法回忆起当时车祸发生时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没有办法将那些记忆碎片连接起来 目前林志颖车祸的主要原因尚未调查清楚 警方也一直在调查中 因为林志颖的车子已经直烧成剩下一半了 所以调查起来也是极为困难 网友们也是呼吁一定要尽快地查出问题所在 避免危险事情再度发生 林志颖第一次手术完成 耗时五个小时 医生称林志颖未度过难关 最后我们也希望林志颖接下来的手术 都能够顺利进行 希望林志颖能够早日康复